你不可以 你看出来 你居然藏得这么深 你太可怕了 小青 你怎么了 你少装了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小剑 既然你都知道 你就更应该理解我相信我 我相信你什么 相信我绝对不可能爱李燕 我接近他 就为了报复李光安 小剑 李光安不仅是我的仇人 也是你的仇人 他杀了我爸 还害你爸蒙受不白之约 真正坐牢的人 应该是他不是你爸 李光安毁了我的人生 如果不是他 我本来可以继续上学 实现我自己的梦想 可是他毁了这一切 我的梦想 就只能变成这些模型 永远躺在这些冰冷的架子上 成为一种摆设 一种永远没有人看的摆设 我就是要利用李燕来折磨李光 我还要扎光他所有的钱 让他变成一个 彻头彻尾的穷光蛋流落街头 就像我小时候那样 那种滋味 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的 够了 别说了 真没想到你这么狠毒 我哥他到底怎么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害他 大叔他怎么了 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 我怎么会爱上你这种人 大叔他到底怎么了 你害我隔西毒 难道你不知道吗 大叔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 小青 你要相信我 我不会骗你的 够了 你什么也别说 九大 我从来都不认识你 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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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你听我解释 大叔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 你到底放不放 我不放 打死我也不放 你太让我失望了 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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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小青 张东处啊 前几次啊都没有机会让你回家 今天啊给你点时间回家看看 黄警官我真的谢谢你这么关心我 可是我老借着买菜的机会回家 影响不大好吧 对 你要不想回家就算了 我想 我是真想回家看看 你上车吧 其实也快 再过几个月 你就可以出去 回去跟你家人团聚了 郑东书 你可要好好干 关键时刻可千万不能掉链子 要不然 过去的一切努力可都泡汤了 是是是是 您放心 王警官 我 我不会出差错的 不会的 好 集中室在哪儿 在那边 我一定会有事 你会有事 我一定会有事 在那边 你会有事 我一定会有事 我认为你 有事 你会有事 想着什么 你会有事 我认为你 丽莉 你别进去了 你进来 医院的血库 护士 病人怎么样了 病人生命垂危 急需要输血 是我害了他 护士 是要输血是吗 输我的 我有的是血 输我的吧 你这人可真有意思 你知道病人的血型吗 不知道 病人的血型非常罕见 连我们医院的血库里 都没有 必须找到和病人 有血缘关系的亲属 或许还有一点希望 不然他会因失血过多 没救到 护士 求你们想想办法 一定要救救他 你求我有什么用 你赶紧去找他的亲人吧 好 我马上就去 呢 来 到我去哪里 来 来 再来 来 去哪里 呀 我去哪里 你喝点水 哎呀 连нет提出 你呢 明天王警官可能会来 等他来的时候 你去自己跟他谈一下 关于你那些柜子的事 知道了 谢谢你啊 那没什么 我就先走了 还有啊 王警官来的时候 你就直接过来吧 秦翔 你最近怎么老是躲着我 怎么了 赢吗 我可忙了 我没时间给你打招呼 你不是也挺忙的吗 快走新篮关了 得好好准备准备吧 你说多了 是吗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我没工夫陪你聊天 不 我真的有事要跟你说 你要说什么呀 有什么可说的 是啊 师父 您又早了 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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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家吗 有什么话改天再说吧 好 那是 刘姨 刘姨 怎么了 怎么了急急忙忙的 晓清病危急需要输血 只有亲人的血型才能配得上 你赶紧跟我去医院吧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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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小伙子 我是晓清的爸爸 这家里只有我的血型 刚才是一样 你等我一下 报告安警官 我女儿小伙子病危 继续我给她输血 不然她都没命了 这事关重大 我做不了主啊 你等一下 我马上要大队长请示 喂 喂 总机吗 请转大队长办公室 大队长 大队长不在 大队长没在 大队长 王警官 来不及了 不然我女儿就没救了 没救了 郑都说 没有领导的同意 我是绝对不能放你走的呀 怎么不懂 妈 来 慢点 慢点 妈 你怎么样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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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官 警官 您就通融一次吧 再这么等一期就来不及了 您竟然 这不是宽容不宽容的事 实在是事关重大 我做不了这个主 这一点呢 还要请你谅解 再等一下吧 王警 王警官 通了 喂 请转大队长办公室 我十万火机 快点 大队长吗 我是王贝林啊 清清 快快 救小青啊 快去救小青啊 你行吗 我行 那我去了 我去了 请您快点 务必 快点 王警官 领导同意了吗 我刚跟大队长汇报了 可是大队长也做不了主 也必须向上级请制才行 他正在积极联系 很快会有消息的 王警官 你再跟领导好好说说吧 帮帮我们不能再等了 你 你把我扣下 让杜树走吧 救我女儿要紧啊 求救你来帮帮忙吧 我不是不帮你们的忙 实在我是无能为力的 还是再等一下吧 王警官 我给你跪下来 你就帮帮我们盘着 要有什么我替你担着 绝不会影响你的 刘青香 你这样做没用啊 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一直这么跪着 我怎么跟你说 这不是卖豆腐卖柜子呀 这是国法不是儿戏 你我不能承担的 快起来 我不会起来的 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一直这么跪着 站住 霓儿 上车 郑东叔 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完了 完了 这事情闹大了 汪警官 会怎么样啊 他这越狱还结了警车 性质非常恶劣 你说这事有多大 反正这几年 他努力是白费了 不是不是 东叔他不是越狱 你知道的 他是去救女儿 求求你了 跟你们领导好好说说吧 没用的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这后果全是一样的 谁求情都没用 可是应该怎样的 遇到病 была 没有人的 有感觉 生fur trying 有人命令的 这三人 有口吓 resignation 对对对 我 我是她父亲 不是要输学吗 扯我的 扯我的 你是她父亲啊 对对 快快进来吧 妈 来 咱们喝药吧 妈 这药只能应急啊 妈 我们还是去医院吧 妈 听话 大妈 您这病 只能去医院去看见 在家里不行 不 不 我不去医院 我不去 我知道快不行了 我躲不过这关了 好好 妈 咱们就在家 哪儿都不去 来 等一下 等一下 学校 东哥那边怎么样 在医院陪晓卿呢 行 那我到医院里 看看小青脸 国安 妈 静香啊 我想跟国安 单独说会儿话 好 我 护士 病人的病情怎么样了 在抢救 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呢 拜托你们 一定想办法救救她 你也是病人的家属吗 那赶紧交费去吧 好 赶紧说明一下 费用很大的 包括手术费 这么说 病人的病友能治好了 经过专家会诊 认为可以趁这次机会做手术 移除后患 太好了 太好了 我 我这就去啊 给你了 这个小青脸 一定有很小的 宣布 也不认为呢 好 我这次就去路由 第二个 boule 逢itai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郑东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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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叔叔 郑叔叔 王警官 我能和这个年轻人说几句话吗 郑叔叔 对不起 我谢谢你 我害了你 我也害了小青 今天是你帮着我 救了我女儿 你爱她 我爱小青 好好疼她 给她一份好的生活 怎么说 您同意了 咱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我还不算了解你 但是我相信我这双眼睛 我向您保证 我一定会永远爱着小青 我这个做父亲的 把女儿交给你了 郭安 这么多年了 你对我们正家的照顾 我老婆子 要感谢你呢 我李郭安要是有做得不当之处 您该说就说 干嘛就骂 不要误会 我是真心实意地想感谢你啊 我知道我快不行了 快离开你们了 可我 我真舍不得离开你们 不不不 大老 您 您不会有事的 您一定会 会长命百岁 您别往那儿想 好 郑叔叔 我有件事一定要告诉您 你想告诉我什么 郑叔叔 当年 当年的事我们不再说了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何必再提 难道您就不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吗 真相我比你清楚 别忘了我是当事人 那会儿你还是个孩子 人这一辈子啊 不能总揪住一件不愉快的事情都放 得学会忘了它 只有忘了它呀 你才能够生活得一个月快 过去的事情我们没法改变 既然你没法改变它 为什么还要让它影响你现在 和未来的生活呢 那 那难道您又不想知道 你的好兄弟李冠 现在是怎么样吗 孩子啊 你现在最应该关心的是温女儿 晓晴这会儿怎么样了 去照看她吧 郑德苏 该走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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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德苏 你把事情闹大了 你这是越狱啊 后果非常严重 你知道吗 可能救回我女儿小青的命 什么样的惩罚 什么样的惩罚 我都知道 我知道你是为了救你的女儿 但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后果全是一样的 我已经把你的情况向监狱长汇报了 也替你求了情 监狱长已向上级说明了情况 我们都在争取啊 尽量减轻对你的处罚 但无论对你有什么样的处罚 我都希望你千万不要气馁 积极改造 争取早日出去 我谢谢监狱领导 王警官 更要谢谢您 你呀 真是糊涂 当时你要稍微晚跑一会儿 上面同意了 不是就什么事也都没有了吗 我不后悔 真的王警官 我不后悔 要再晚一会儿 我女儿就没命了 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句 掏心窝子的话呀 你说吧 我 我听着 眼瞅着 冬树就能回来了 他就能替我养老送终了 可他 他又不 大妈 您要是看得起我立国安的话 您就把我当儿子看 冬哥能做到的 我就能做到 如果冬哥回不来给您 养老送终 我替冬哥做这事 就算是您百年之后 我一定会为冬哥 替您匹马代销 风风光光的 送您最后一程 太难为你了 大妈 没事 是 大妈 这是国安应该做的 其实在我心里啊 你早就是我儿子了 东叔没做到的 你全都替他做到了 大妈 你别难过 你不都说了吗 说我是您的儿子 您是我的妈 既然是一家人 还说这些客气话干什么呢 以前 冬叔他 他太糊涂啊 犯下了大错 看来呀 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 不会的 可这个家有这么多事情 我就想 请你照顾这个家 照顾郑家 大妈 我答应你 我会的 我不是瞎子 我心里明白 你跟清香之间的感情 我知道 可我 我 我就是想替东叔守着这个家 我们要顾及你们的感情啊 你 你 能原谅我吗 大老 要是你愿意呀 你跟清香 你们 可以 好 果汉绝无此意 您放心吧 清香他永远是我的嫂子 等大哥回来 我一听 还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绝对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东哥的事 要是没有你 这个家 造散了 我也成不到今天 今天 我做得还不够好 我没有完全 照顾好这个家 有亏于东哥的托付 我心里有亏 其实啊 我 我早就原谅你了 人哪 谁没有糊涂的傻瓜 小青 我对不起你 我知道我们直接有很多误会 但我请你相信一点 我是真心爱你的 既然你爱我 那你为什么还要对我割下毒手 大叔的事真的跟我没关系 我当时还阻止他呢 后来为什么变成那样我也不清楚 一定是黑子在搞鬼 你放心 我一定会去找黑子报仇的 就算吸毒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 那你为什么要把事实告诉他 让他陷入痛苦 难道这不是你的错吗 那难道一直瞒着你们就好吗 明明是仇人 你们却把他当成恩人 甚至将来还有可能变成你的继父 这样你们就高兴了 你们就开心了 别说了 你走吧 你走吧 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敢原谅我呢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这次也算是因祸得福 把你的病彻底都治好了 等你出院了 我一定马上带你走 我不会跟你走的 这次治病化的钱 以后我会想办法还给你的 你就真的这么绝情吗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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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青 请再相信我最后一次 我一定会带你离开 你 老太在跟你说什么了 也没说什么呀 他拜托我照看好这个家 俊强 还有什么事吗 以后要照顾好自己 都保重 现在说这些是不是太晚了 还有什么用啊 我知道没有用 但是 对了 那天你不是说有事要告诉我吗 什么事说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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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乖 一平 你在这儿 乖 我想找你谈谈 改天谈行吗 其实不谈也行 我就是想把这个给你 前两天我不是答应过你 要好好地考虑一下 咱俩之间的事吗 其实我早就想好了 只不过 觉着你最近压力挺大的 木工坊的生意 也受到那么大的打击 所以一直也没忍心告诉你 可是我觉得咱俩这事吧 早晚都得说开 不然这样拖下去 对谁都没好处 真的要离开我 反正我这样的人 在哪儿都一样 可有可无的 谁也不在乎 不 不是这样的 你对于我 对于这个木工坊很重要 谢谢你 管 你能这么说 我已经挺知足的了 那这样 你能留下来不走吗 你还记得 我跟你说过 我前夫的事吗 可我的情况 跟你前夫的情况不一样 其实都一样 我看得出来 也知道 你不可能放下他 虽然我不知道你那天 为什么向我求婚 可是我知道 你肯定不是出于真心的 你说我说的事吗 我真的不想再看见 我的丈夫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心里却想的是别的女人 我受不了 我一直在试着说服我自己 可是我卖不过我心里的那个坎 你让他 还是不能承认 我 你让我怎么做 你才敢留下来呢 你真想让我留下来 很简单 远离正强 咱们搬到别的地方去 做得到吗 你真想让我留下来 很简单 最起码 最起码现在我做不到 行 其实 你也不用为难 我就这么一说 要是没别的事 那我先走了 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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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晓晴怎么样了 没事了 那奶奶呢 也没事了 嫂子 我想去看看奶奶 改日吧 她已经休息了 好 那你帮我给奶奶带个好吧 谢谢你 我会转告她的 一平啊 你还是跟国安早点把事情办了吧 一平啊 嫂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以前 以前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请你原谅 嫂子 嫂子 跟国安好好地过日子吧 嫂子祝福你了 嫂子 我还有点事 谢谢你啊 我先走了 你多保重 这些屁话 喂 谁啊 别害怕 我只是来给你道个别 以后 我不会再找你了 另外顺便告诉你一声 你的钱没有白花 全都给小青治病了 我帮你了却了一桩心事 你是不是该好好谢谢我 你以为我会相信 你说的这些屁话吗 你不打电话我还想去找你 我都不想找你了 你还来找我做什么 我想杀了你 好 我们的事该有个了结了 咱们晚上见 我都不想找你了 你还来找我做什么 我想杀了你 好 我们的事该有个了结了 咱们晚上见 恨了 大叔 你恨叔吗 我不恨你 我恨你做什么 那你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个样子 我对自己那样了 大叔 你把三十海出不来 家里就你一个大男人 你不能老这么消沉下去 不是还有你吗 有你就够了 大叔 你别这样 就算是输球 不用你管我 不用你管我 这么多另一種 这种东西 爹 爹 上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杨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本来已经想放过你了 可你非要来找我 你害我 害燕子 现在没想到 你连大叔和小青都不放过 我没想到你这么恶毒 我今天到这儿来 就你我之间的事 我想把他有一个了结 杀了我吧 就凭你 你真的就接不了这个东西了 你走 别管我 是我把你害成这样的 我怎么能不管你呢 你管不了的 你答应我 以后离那些人远一点 保护好自己 好 我答应你 可你也得答应我 把这个东西戒掉 戒不掉的 怎么能戒掉的 你 黄昏是屋顶上的炊烟 对开门 你修红的脸 你 你护上狂奔着的少年 多年后我忧伤的怀念 你勉强为隔开的画面 两家人 两家人 如今的情人 一层沙被掩藏的爱恋 两颗心向知觉断线 时光偶尔也会眨眼 遗漏了某个缠绵 可现实偏偏就能被你看穿 怎么越逃避爱越蔓延 放手把不该有的牵绊 至少回忆能多些温暖 Zither Harp 你如上光灯着的船 一波凝红无声的怀念 一面将未可开的画面 两家人不尽的情缘 一层沙被掩藏的爱恋 两颗心向知觉断线 时光偶尔也会眨眼 遗漏了某个缠绵 可现实偏偏偏就能被你看穿 怎么越逃避爱越蔓延 放手把不该有的牵绊 至少回忆能多些温暖 至少回忆能多些温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